而这场大火让玉礼仙主堂的神父刘一峰 带领着安德启治中心的院生做起资源回收 整理二手物品的仓库顿时没了功能 不过刘一峰神父说目前整理进度达到60%了 一部分开放民众进入参观购买需要的家电及衣物 神父说物品都用很便宜的价格贩售 所贩售资金会用来帮助院生 让他们可以自食其力 也期盼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来寻宝 就因为一场大火让玉礼仙主堂刘一峰神父 带领安德启治中心的院生做起资源回收 整理二手物品的仓库顿时没有功能了 不过刘一峰神父说现在目前整理进度已经有60% 有一部分已经开放民众参加 有一部分已经开放民众进入参观购买需要的家电以及衣物 现在最近从两个礼拜以来 我们已经开始从各地收一些衣服 还有其他人不需要的就带过来或是寄过来 我们现在的仓库再来一两个礼拜 比较大的仓库后面的快好了 昨天打水泥物厅也换了 墙壁也刷好了 应该在两个礼拜内就可以恢复原来的 神父说物品都用很便宜的价格贩售 所贩售的资金也会用来帮助院生 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期盼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来寻宝 购物帮助弱势 我们真的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那一次的火灾 是我们感觉到台湾人真的 也需要知道我们的弱势的朋友 发生了这样的灾难 马上第二天就很多人就帮忙 民众如有用不上或是多余的物品 也可以捐赠安得 让物品能够重生 刘一峰强调台湾是他的第二个故乡 也很感谢一路上照顾安得的善心人士 他心中充满感恩 谢谢大家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